我是Carrie 溫哥華麗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影片 不賣樓 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之前頻道上 沒有跟大家分享過的區域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走一走這個區域 我們會去看一個已經交了 為客戶買了的一個樓 我們感受一下住在這裏 最後會去打火鍋吃東西 我們在哪裡呢 我們是大家最耳熟能場的Metro Town 之前沒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原來在Metro Town 基本上有三大住宅區 其中一個Carrie覺得是最方便 亦最適合香港人口味 尤其是年輕香港人口味的地方 叫做Station Square Station Square的位置 就是在Metro Town的商場 和華人耳熟能場的麗晶商場的中間 我們後面過去就是Metro Town 前面有個小商場 有Best Buy、電器店、Starbucks等 這邊已經進入了Station Square的範圍 當初發展商是BD和Antham一起建的 它總共建了五座樓 分了三期來建 第一期是很久之前 2015年的時候就落成了 4688 Kingsway 在五座裡面 大家憑外觀看 已經明顯覺得比較舊一些 就在前面 另外 Phase 2就建了兩座 一座就是4670 Assembly 和6098 Station 這兩座都是2018年的時候落成的 就是現在我樓上面這兩座 然後最近現在是2023 2021和2022分別交了兩座 一座就是6080 McKay 2021交的 我們待會看的單位都是這座上面的 然後最後一座交的就是前面 6000 McKay 那一座是最新的 而且那一座是有冷氣的 那就是2022年交樓 我們現在因為它剛剛好 是這邊三座那邊兩座 中間就有一條像High Street 它是做得非常漂亮 可以說是中西合璧 我們剛剛是最遠那裡走過來 其實有個Catus Club 然後中間就有道路坑 我們先去打火鍋 這個走過就是Earls 就是兩間西餐Fusion 一間打火鍋 然後對面馬路又繼續有東西吃 有日式的 有這個Cocorro拉麵 後面還有一間的 也除了吃東西很方便 馬上可以吃之外 也有銀行的 比如說有BMO 就在我前面 然後還有一個咖啡店 JJ Beans 好像剛剛在那裡最遠 也有Fenas Center 然後滿足了你去銀行辦事 吃東西之外 也還有就是大家最需要買菜的地方 其實就是這個Sation Square 裡面本身就已經有一個超級市場 就在前面 Priot Smart Foods 去到這個位置 而整個Mode裡面 因為是新的 是整個新的屋苑建造的 所以大家看到它的路面狀況 以及整個設計規劃 都很一體化很新正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泊車位 通常30分鐘的 然後這幾座中間 都有些入車的停車場 是Priot Parking 就是大家來到這裡 只是來買一杯咖啡 去銀行入票 就有街邊 你看前面也是停車位 很容易找停車位 如果大家說過來探朋友 或者要吃午餐 吃晚餐 吃晚餐 就有很多停車位 都可以拍到 所以很方便 還有我記得 那些共享辦公室 都好像這裡有一間 忘記了在哪座樓 所以整個地區 雖然很小 我五分鐘都不用 就已經可以走過整個地區 但其實有了所有東西 這是介紹了 Sation Square本身的樓 裡面有些什麼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地理位置 為什麼比較獨特 Kerry覺得 可以說是Metro Town 三大樓盤聚集地 最方便的一個 首先第一點 它基本上就是 極近Sky Train站 我們這邊向南望過去 走過去五分鐘都不用 已經去到Metro Town Sky Train站 現在由剛才屋院的街尾 走到街頭前面 已經是King Shui 所以大家這裡的餐廳 食驗了 你去到前面 King Shui 也是很繁忙 已經有了所有不同的食物 辦各種不同事的店 超級市場 可以說是極多的 其實我數過 在Metro Town Walking Distance 這個地區 大家不需要開車 走 Pricemark是第一個 最關鍵的是 Sation Square 它是夾著 Metro Town Mall 和麗晶 這裡的後面就是麗晶 所以麗晶 你算第一個 是極大的超級市場 Pricemark是麗晶 然後這裡過去 有一個Mall 有什麼Save on Food 那也是第三個 然後回到前面 就是Metro Town的商場 Metro Town的商場 本身也有三個超級市場 由Walmart 到Superstore 和大統華 所以中西全部都齊了 我父親很喜歡到處隔行 一間間走 就不需要像Richmond 或者我們Surie Delta 繞一圈 基本上是Walking 已經可以走完 這邊就是King's Way 順帶可以買一個關子 走到這邊 剛剛說了 這個Station Square 是Antham和Bidi一起建 Antham這個發展商 都做很多Metro Town的樓盤 大家見到 在King's Way 這個位置 對面馬路 有Citizen的牌 其實是他們下一個 即將會推出的樓盤 我們預計可能6月7月的時候 可能6月就已經可以預測 它都是一座很高的大樓 聽聞應該是暫時會說 at least branderby 最高 高於我們之前說的 Concord Metro Town Grand Hower 那一座 就是這個位置 它的 exact location就是這個位置 全圍了 Scrank 當初說 其實本身說4月的時候 就會 launch 不過可能市政府有些 delay 所以到現在為止是未 launch 但收到消息就很快了 6月份左右 所以有心買 Metro Town 樓盤的朋友 可以盯着這個 我們剛剛走出來 已經到了 Metro Town 的範圍 其實這裡是 Kingsway 上面是 Metro Town 這邊 已經是 Superstore 所以其實除了 Price Mark之外 最近 Citizen Square 就有 Superstore 這個超級市場 裡面也有很大的 Metro Town 就不用多說 跟大家走過很多次 裡面由戲院 去到不同的店舖 Apple Store Artrex H&M Mazara 買衣服 然後買電器 所有東西都有 基本上可以說是 現在我們溫哥華 現行裡面是一個最大最完整的商場 它未必說很帥 例如Amazing Brand World的Mor 超級漂亮 很 modern 但Amazing Brand World的Mor 本身相對來說 它的 scale 是小一點 尤其是它改建的部份 那 scale 最大 放的東西最齊 由超級市場到換名牌 我們說名牌要回到丹丹丹 我們來到這邊 就已經看完了 地理位置就是 Mor Stations Square 1 2 3 4 5 就是這個的後面 就搭著了 就是這幾座 也是極易認的 然後它的後面 就是中式超市禮職 就很方便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上到6080Makay Town 5 其實第四座 一個十多樓的單位 這個已經是剛剛成交了 拿鎖匙的 是非賣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看到周邊環境 如果大家搬來這裡住的話 它的內裝又是怎樣 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就在露台位置 這是一個向西的單位 所以正前方 大家會看到 是有Hilton的酒店 還有下面是麗精 非常之多的 華人超市聚集地 就在下面 這個慢慢過去 就是向北邊 有山徑 以及一些卡拉著的扭徑 同一個屋苑 剛才說說有冷氣的 那座600Makay 就是前面 就是這座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比我們6080Makay 再高一點 亦是內裝有冷氣 亦是最新交流 我們這座是2021 前面這座是2022年 其實我大部份的客人 或者朋友 說真的說住Stationsquare 都會盡量想買到600Makay 因為會有冷氣 感覺好像最新 但天邊那座的放盤是很少的 基本上是一有些美好的單位 尤其是有景觀那些 因為那座的話 主要是西、北、OK 東邊、Depends 所以如果買那座的話 一有單位出來就要差 或者單位太矮 或者出租不方便 所以很多客人 最後等不到那座 都買了6080Makay 我們剛剛看了北邊 我們又看南邊 西南方 會看到Burnaby Public Library 視乘古圖書館 旁邊好像有些公園 有些小休憩公園的地方 然後就是Skytrain的軌道 所以這邊向南 其實由我們這座下去 然後過兩條馬路 一個block都沒有的距離 前面已經是Skytrain站 這裡直去轉左 已經是地鐵站 然後大家看到Skytrain的 南面都有樓 之前很久跟大家分享過 Go House 還有旁邊遮蓋的Go House Go House那邊比較新的 就是Sun Towers等等 那邊都有一些樓盤 然後我們就去看看 單位裡面是怎樣的 這個單位 重新再次知道 這是非賣品 已經是成交了 這個客人的profile 他也是由外地 就是要移居溫哥華 又不想租樓 所以這一天來到 就已經盡快想找到 單位賣然後入住 所以我們由 寫合約 Writing contract 到基本上 成交期很短 20天左右 就已經可以搬入住 這個單位 室內面積達31呎 是一個很典型 很像正的兩房 兩廁 還有一個大釘的積 門口那邊進來 就經過了廁所 釘 洗衣房 來到這裡就是廚房位 一個L-shaped的廚房 上面這些白色的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下面都是大量的儲物空間 那些小櫃桶 然後星館下面 都有做一些大櫃桶 之後這個中間 就可以放一個island 或者放一個餐桌 發展商當初 就沒有跟任何東西給你的 大家自由發揮 這邊就是比較闊 不好意思 電器可以先說一說牌子嗎 我還沒說完會回去的 然後中間這邊就是客廳位置 都挺闊的 這邊可以在梳化 這邊可以放電視櫃 唯一是在這裡凹下去 可能要做一些DIY 我們看看廚房 大家如果想搬進來住 可能最關心都是廚房電器是怎樣 還有儲物空間的 這個就是Bosch的 它基本上除了微波爐 都是Bosch的包裝 30吋的雪櫃 也挺高身的 下面就是冰櫃 兩格櫃桶 然後上面是 Gas爐頭 四個Gas burner 而且是比較闊 分得比較開的 充油煙機 上面有燈 下面這裡就是焗爐 也是Bosch的 standard size也是30吋的 然後上面也有很多電鍵 有1、2、3、4個 而且這個電鍵 還很貼心的有USB 你可以在這裡充電 下面這些全部都有櫃桶 儲物空間 微波爐 小碗碟機都是Bosch的 整個廚房的構造大概是這樣 性格都相當長 開一開裡面的儲物空間 給大家看看 我已經放了一些東西進來了 好 廚房看完了 我們看看房間 它有兩間房間 這個是Second Backroom 這邊就是Master Backroom 我們主要看主人房 兩間房間差不多 Master Backroom 主人房這裡 除了可以開窗外 也有露台門的 access 可以出露台 房間的空間感也挺大 基本上這邊一定可以放到 Queen Size床和床頭櫃 如果大家想的話 比較少也可以放到小餐桌 前幾天才剛好有個客人很關注 說想房間要放到書桌 可惜這單位已經被我賣了 我們跟他去看 Station Square 其他單位放售 好像沒有這樣的尺寸 這個不錯 然後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很多黑朋友也會關心 為什麼溫哥說這邊很多樓 房間是沒有燈的 差不多六七成都沒有 間中會遇到樓盤是有的 這個我們就有了 上面有個已經做好燈槽位 大家安裝一盞燈就可以了 這邊其實這個衣櫃上面也有燈的 兩邊衣櫃 然後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這個特色就是有兩個毛巾 當然已經做好了 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櫃 雖然這個櫃好像有少許小 不過這個空間很長 下面這些都是很多的儲物空間 六個小櫃桶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木式的儲物櫃 然後後面纖維底座就是Shower Store 這些肯定是後期工作了 整個可以拿下來的花瓣頭 然後另外一個房間 什麼 很高 很高 我覺得那個要弄 可以拿下來的 這樣嗎 要想一下 然後我們去看看 另外一個房間其實都大同小異 它只是沒有套房的設計 都是同一個方向 因為它不是階層 unit 整個向西的 然後我們這邊走廊走過去 首先這邊經過的就是那個laundry 搭起色的大大小的LG 上下搭色的洗衣機乾衣機 然後這邊有一個磨砂玻璃的釘 其實這個釘是很大的 基本上現在有些新樓盤 會叫這些做guest room 因為它有通風系統 雖然它沒有窗 不過它沒有衣櫃 但它其實它的尺寸 是足夠大家放一張雙人床的 放到這個位置 所以好像是Amazing Meryl那些盤 這些叫三房 好 無論如何 第二間洗手間就是這裡 它剛才進入主人房 就是shower stove 這個就是浴缸 其他設施一樣 counter稍微短一點 然後entry closet都已經做好了 門口一進來就是雙門開的儲物空間 這個門是挺闊的 好了 OK 我單位看完了 我們現在就去吃東西了 我們現在就在Station Square 樓下有很多餐廳 選了一間豆撈方 其實是火鍋的 都是過來吃午餐 為什麼會過來這裡吃 我經常都想過來試 因為我們經常都是晚餐過來這裡吃 就沒試過過來吃午餐 然後前排廳 Jernica就是我跟朋友說 我經常過來吃午餐 他們的午餐套也挺划算的 我們就看看 因為豆撈方在吃火鍋的餐廳裡面 它的裝潢各方面都挺精緻的 所以它比較貴一點 我們先看看 這個是Lunch 我們剛剛看到它有Lunch的不同套餐 有選擇不同的肉類 有普通牛、雪花牛、AAA肉眼套 然後有和牛套餐 這些不同的牛套餐 就是午時才有這套餐 對,午時才有 這些是Lunch套餐 選了之後我們就可以選擇鍋底 我喜歡養身鍋 無論是麵還是飯都可以無限量供應 如果你想喝東西的話 你可以選擇酸梅汁2.9 我需要一個可樂 這麼多的? 是啊,挺多的 誰是和牛? 我那個比較貴 OK 40元,貴你4元 謝謝 謝謝 還有打火鍋健康一點 我也覺得是 打火鍋起碼 它的湯底 你叫什麼清水湯、蕃茄湯 沒有那麼多油 我先拿調味料 有些什麼? 有些渣渣辣菜 OK 不過不多豆 最愛的香菜 不充 有三隻鵪鶉蛋 有三隻鵪鶉蛋 有餘滑 行了,吃了 其實你問我想吃什麼 我經常都會想說 打火鍋 原來是打火鍋 打火鍋 到我了 你拍吧 好 鵪鶉蛋 甘菇 哇 不要按啊 你這個鍋已經很爆了 我已經沒有吃過五餐肉了 哇,已經很爆了 一人一個鍋很好 你這個牛肉只有5片 是啊 我這個有2、4 10片 好啊 這麼便宜 這麼快便宜了 浸一浸就可以了 還有魚皮 還要 включ 還有魚皮 ホー 有甚麼東西 豆腐 好開心啊 很開心啊 最重要是它節省時間 對嗎 為什麼 你不節省時間嗎 你又不用準備 你的湯底要預備 不用準備 沒有, assured 沒有 為什麼你比我這樣 前幾天在旁邊Earls吃西餐 和朋友聊天 在晨曆晚餐 看出來 設計很正常 對Carrie來說 我最喜歡這些設計 多玻璃 黑色不歐風加木色 還有很多年輕的森 風樹 不是很大棵遮光 有些樹 商場和屋本 自己做了很多花粉紅色 看出去很有層次感 令你很舒服 加上現在天氣好 上面也有 Why not hot pot 黃紅 很多食物 不知道在哪裏 大樓 好啊 五餐肉 五餐肉你不吃的 可以的 六餐你也要西餐花 西餐花你也不吃的 不吃的 要不要再拍了 我想自由地吃東西 現在有點尷尬 嘩 真棒 你那瓣子有什麼東西來的 以前是黑色的 現在變成這個顏色 吃點我吧 不是啦,這次算了 掉了一塊 賣單一塊水 加上碟士 87元,一個錄是甚麼 現在給上卡要充電